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最後一節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話題 就是韓國瑜當選台灣立法機構的院長 韓國瑜當院長救台灣 是不是真的救到呢 有一個問號 梁總曾經接觸過韓國瑜 曾經到台灣見過他 你怎麼看呢 他當時選總統的時候也算盡力了 但是你知國民黨一直潰敗到現在 沒有再贏過 但是這次在立法院方面 成績相當不錯 你不如跟大家講講台灣的政治 是啊 剩下這段時間想跟大家講台灣 台灣在大選之後 大家都很關注就是 會不會民進黨贏了 賴清德 因為藍營 藍白分裂之後 民進黨躺平 躺平在那裡躺在那裡贏了 會不會令到台海緊張呢 台灣的政治會是走向怎樣呢 看到韓國瑜呢 就如最初所料 因為在立委選舉那裡 國民黨 他有好的無黨籍的 有堅定的有好立委 加上是54票的 但是都不過半 一共是113席 過不了半 但是已經多過民進黨 這個是關鍵 民進黨只有51席 而新政黨 民眾黨 歐文哲的民眾黨 就拿到八席 因為他們是按 用政黨票的 得投的 所以有一些是 不分區可以分給他們 好了 佔了八席 我一陣子已經講了 因為國民黨 拿到三黨裡面的 最多的票數 所以他能夠選到自己的 立法院的院長的機會 就極高了 只要和民眾黨 有些默契就搞定了 而民眾黨的 創黨的 黨魁 實際的 控制影響者 就是 阿民哲 阿民哲 跟韓國瑜有很好的私家 因為當阿民哲做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北農 農產市的農貿公司 找一個董事長的時候 找回韓國瑜 當時被國民黨 閒置 棄用的韓國瑜 做了北農 所以韓國瑜對他 對阿民哲 也有公開表達 感恩之心 當國民黨 沒有人來到 未到蘇惡 因為韓國瑜很早 年輕已經做立委 後來因為政見 和他很衝動 在議員那裡打架 和民進黨議員大打出手 國民黨可能認為他 什麼呢 就是棄用了 他說在他被閒置的時候 馬英九做了總統 都沒有打過電話給他 覺得小人物 是不對 在核心範圍以外 在那個時候 阿民哲就去拜訪他 叫他出來 在台北市 任北農的董事長 定總經理 所以他有之餘之恩 也將他帶回來 這個小小的政治圈那裡 跟著他出了 向北農搞一些事 國民黨再次用回他 但是用他 又將他放在高雄市 國民黨的黨部那裡 高雄市我們說 高雄是說 滑地三尺 地都還是綠的 意思就是說 綠到不綠的地方 國民黨那時候已經被抹收黨產 被凍結黨產 沒有資源 情況下 就將韓國瑜扔到那裡 做主委 宿舍都沒有 就在辦公室後面 隔了一間窄窄的房間 擺了單人床 就躺在那裡了 在這麼惡劣情況下 韓國瑜居然能夠 選贏了高雄市的市長 所以變成他本身的經歷是一個傳奇人物 很快膨脹得厲害 就選總統 但是膨脹得太快了 國民黨內部有很多派系 總之又輸了 到今次 其實台灣的政治 我覺得挺多樣化的 賴清德 民進黨 作為一個公開的台獨 所謂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身份來選了 贏了這個大選 做了領導人 但是是否等於 他就是能夠 繼續推 我說要看美國 不單要看美國的面色 還有一個在台灣島內政治 現在國民黨居然有少少的爆冷 我覺得 爆冷就是他能夠佔回一席 如果你說在議會上 都仍然好像過去四年 是民進黨一黨獨大 獨大拿到絕大多數票的話 基本上你什麼政治都沒有政治可玩 過去四年 國民黨在議會裡面 其實就是做姿態 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他有實質的影響力 因為第一 他拿到議長 議長就可以編排一些議程 最重要 哪些議案是要討論 哪些不討論 放向哪個委員會 怎麼做 這個權力是相當大 是可以左右政治的職位 但是這個左右得來 更清楚的是 有八票民進黨 康文哲 你說他們兩個有私交 但是是不是就等於政治 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的 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 過去大家怎樣 是我的環境條件底下的事情 現在的場景條件不同了 雖然今次民進黨好像是開了綠燈 他們自己不去反對國民黨的韓國瑜 讓他當選 他又可以依附民進黨的 如果他們支持民進黨 那民進黨就贏了 但是他們今次選擇了一個 就是等於不表態底下的表態 就是去投給自己人 那就選數了 那就等韓國瑜來當選 但問題就在於今後的台灣政治 在議會上面 第一 議會可以制衡 就是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 你推一些你都要 議會背預算 通過一些法例 亦都可以約束賴清德一些行為 那麼議會是重要的 但是議會本身就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以前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他們各自一黨獨大的時期 都可以是決定性的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要看哪個面色呢 所謂兩大黨 一個五十四票 一個五十一票 五十四票是國民黨 五十一票是民進黨 大家都要看著國民節的面色 因為拿著八票 無論你討論什麼都好 我可以左右 是啦 做王 這八個人 我可以約束到 這八個人 因為有所謂黨紀 你不依照黨的指示投票的話 那就開除你了 開除了你 我就換其他人上去 所以這八票應該是會比較 現在八個人比較容易操作一些 問題就大了 今後台灣議會問題大了 所以你看到韓國瑜當選 我昨天一直都看著我的直播 你說他是不是很開心呢 進去議會投票之前 當然有興奮 跟高金素梅唱歌 但是到他接過委任狀的時候 我看到他沒有什麼笑容 沒有什麼表情 也沒有什麼氣勢 你作為一個這樣 都不算 都少少說是王者歸來 總統選不到 今次是做一個議會的議長 我們看不到他面上有放肆出來的 那種光彩的神器 那種氣場是沒有的 反而看到有少少韓背 臉都比較苦 因為擺在他面前的工作 絕對是困難 而且將來在真正的做王者 不是看韓國瑜 韓國瑜可以決定在議程 但是議程要怎麼過得到 原來是柯文哲說是 那這個就複雜了 將來會很複雜 那怎樣可以拿捏到柯文哲 他究竟是兩岸一家親 還是覺得本土意識強 柯文哲曾經說過 不被殖民的地方是不會進步的 那我就聽到真的很奇怪 所以拭目以待 看看怎樣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到尾聲 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多謝梁總 多謝大家